第615节 云叶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四位管家都愣住了 相互对视一眼之后 老江拱拱手说 好爷 去掉咱家家徽不难 这老奴回去以后就能做 可是关门就难了 咱家的铺子很多 雨花街上的三层铺子 就是咱们五家的 这卖的都是稀罕的南北杂货 以及西边传过来的檀香 最近又多了香料 这如果全部关门 那条大街就没人了 云叶倒吸了一口凉气 岳州城是他自己设计的 雨花街是个什么位置 他太清楚不过了 就是这条街 把内城和外城 隔成了两个世界 内城区都是薰贵和豪商们的住所 皇帝的行宫也在独龙山底下 从雨花街朝东 穿过去就是岳阳楼的所在地了 往西就是城运门码头 岳州刺史的治所就在雨花街上 过一条街就是长乐山军营 军营旁边呢 就是岳州府库 如果按照第一段来算 绝对是岳州城的精华所在 自己当初匆匆忙忙的离开岳州 对这些小事啊 并不在意 管家的账簿也总是由新岳审核 对新岳来说呀 那只要有大量的盈利就成了 至于别的事情都是云叶该考虑的 自己想到了五家人的店铺 规模一定不小 绝对没有想到他们能占据半条雨花街 要知道这条街足足有三里长 这还咱们关门啊 只要关了门 李二看到萧条的街市 不怀疑才出轨了 更何况现在已经有人在替李二收集情报了 雨花街的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 云叶现在唯一的乞求就是五家的店铺啊 不是雨花街最大的 街上最大的商家是谁家的 不会是我们几家的吧 云叶抱着一丝侥幸 匆匆的问老江 啊不是 咱家的买卖在越州也是数得上的 但是最大的一家绝对不是咱们 奇怪的是 老奴等人不管如何打探 也没有弄清楚 楚衡顺号的东西是谁 起了两次纠纷了 咱们并没有占到便宜 甚至还吃了一点小亏 还有一家太和号 老奴发现似乎与魏王府有纠葛 这两家是最大的 剩下的长孙家的和风 和奸王家的东升 呃 今夜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是最大的就好 长孙的爪子 这山的老长啊 拿恒顺号当幌子 搂钱 李二的太和号 名字和云丰号是一起起的 这怎么 这家伙的买卖 做这么大呀 你们回去以后 把徽镖去掉 这些天 尽量的降低价格 让这条街的买卖 兴隆起来 既然躲不掉 那就搏个让利于民的名声 恒顺号以后不要招惹了 咱们惹不起 如果这些天 你们能把其余的那些商户 弄得像黑心商户 那就最好了 千万记得要缴税 如果还没缴的税 回去就缴 咱家是守法的好商户 不能让别人戳几两骨 侯爷放心 咱家做生意 从来都是同手不期 不但货真价实 招待客气 就是门口的叫花子 也从来没有驱赶过 都是喂的饱饱的 让他们去别处 叫花子 岳州城哪来的叫花子呀 侯爷我走的时候 可是给所有人都上了户籍的 总有几亩地能够糊口 更何况岳州一直缺粮 种粮食是一门好营生啊 虽然长安也有叫花子 但是云叶当初雄心勃勃的 要建设一个新城市 其中叫花子这种代表阴暗的人群 自己特意问过韩城 他和钱生信誓旦旦的说 没有留下死角 崔眼也保证说没有遗漏 这些叫花子哪来的呀 云叶这就动气了 侯爷 这可不怪韩别家和钱斯吗 那些叫花子呀 就是您剿灭的那些水贼 岳州城建好了 其中一部分被远串到了荒蛮之地服苦役 剩下的一些缺胳膊少腿的 没办法远串 那当地的百姓又恨这些水贼 写了万民书 不许刺史大人给他们护积 商家也不敢雇佣这些水贼 工房里也不要 他们又走不远 只好靠着乞讨度日 每年都要饿死一些 也就是牛老爷心善 吩咐老刘给些救济 牛老爷都做了 咱们几家也只好都救济一些 已经三年了 现在呀都吃习惯了 每天到了饭点就来乞讨 讨厌的很啊 既然是全体越州人的选择 云野就没话说了 这些水贼肆虐了洞庭湖 这么些年 遭些罪 没人有话说 云野想起了那些 从长安迁过来的工匠和商户 又问道 咱家从长安迁过来的装户 现在怎么样了 你说说 我总是从账本上看 看不出来眉目 这些人都是咱家的家底 千万不敢有所闪失 你们几家也一样 听侯爷这么问 四个管家一起笑了起来 老江推推老刘 让他说 老刘拱拱手说道 回禀侯爷 咱们家 那些从长安过来的 到了越州 那哪一家不是印识人家呀 越州土著比较蠢 光知道种地 不愿意进城经商 可咱家的人就不一样了 好些都是随着商队走南闯北的游走 越州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会把握不住啊 铜铁巷里的越州土著都把侯爷补偿给他们的宅子变卖了 去了城外的村子里建了瓦房 把发财的机会留给了咱们家的人 您现在去铜铁巷就跟在长安的招国坊没区别 老奴 现在每天早上还是习惯去铜铁巷的乡党开在羊汤铺子里喝碗汤 一天都兢兢兢的 羊汤就是长力气 哎 就是这里的羊不好 泰山 周老头总说这里的羊啊 毁了他家的招牌 幸好有香料 要不然没脸见人了 咱们家的人有你们照顾 我自然不愁 那别的人呢 我是说和咱们家没关系的人呢 拖家带口的 从长安到越州 要是没个好日子过 可就对不起他们了 侯爷您放心 长安过来的都是有手艺的人家 到了越州就是为了开工坊 长安的劳力太贵 开市的时间又短 这才搬过来的 官府不许把工坊开在城里 所以啊 他们都在湖边上 官府特意画出来一大块地 成立了和长安一样的工业区 只要在工业区里 那随他折腾 那片地是和家的 听说和家已经在和那些工坊 商量着 把做同一种活迹的工坊合并 变成更大的工坊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 不但漂亮还好使 就是价格被黑了心的和家 调高了两成 云爷笑了 在几位管家的眼里 除了自己这几家人之外呀 只要是赚到钱的 那都是赚的黑心钱 既然一切安好 那就行了 至于在越州城里 买卖过大的这个罪过 有长孙和李太背着 估计李二也没脸询问 想发怒 先把老婆休掉 儿子关牢里再说 侯爷 您如果没有什么吩咐 老奴这就去内宅 给老奶奶和夫人请安 问问内宅 还需不需要添置些东西 老奶奶奔波了上万里路 需要好好敬仰才是啊 云爷点点头 见四人进入了内舱 这才从前舱出来 看看头顶炙热的太阳 美美的打了两个喷嚏 通体舒泰 越州的定位是一座商业城市 处处自然与长安不同 长安作为国都 需要的是庄严肃木和浓厚的文化气息 把长安的坦坦坦坦搬到越州 整座城市就会变得幽静许多 不管谁坐长安福尹 都会抓住这个机会 改造一下城市的机能 马州做的很绝 当初看起来好像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清茶土地 这时候才显出他的威力 清茶土地是一方面 挖掘隐姓人口才是他的主要目的 只是丹阳公主一家就挖出蛮豹的人口 225户 老薛丢人丢大了 被马州传唤到长安府衙 当着无数丛利的面被问得命红而至 继而恼羞成怒 当堂揪着马州的领子 就要把他扔到房梁上去 没成想 他在房梁上的马州居然不生气 继续质问丹阳公主封地的人口 为何会超出他的爵位 能拥有的人口的极限 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被人当成了吓唬猴子的那只鸡 想到恐怖的后果 薛万任打算稀释宁人 准备认个错就算了 但是他低估了马州的那根毒舌 问的话让他蹊跷生厌 薛万任还要继续行凶 结果被赶过来的宗人府的人 暗倒在地上 噼里啪啦的就是一顿板子 李家的家主李二一丝人情都没给老薛 堂堂国公 在光天化日之下受主 估计已经超出了这个满汉子的最后心理极限 按照历史进程来看 这家伙快要造反了 薛万任被生生的降绝一级 现在也成了侯爷 马州收拾了薛万任 剩下的事情就非常的顺利了 长安的土地和人口都被清查了一个底调 老城都是偷偷把多出来的庄户安在空旷的云界庄子 才涉险过关 长孙无忌被迫退还了两千亩填土 还自情处分被皇帝赦免 朝中因为土地人口超过本身爵位的过错 被质问者解脱 消绝罢官者不在少数 李二东征之前 朝中几乎人人自危 为了讨好皇帝轻易的通过了东征的提议 魏征防玄灵苦劝无果 只好听之认之 马州成了皇帝身边最凶悍的一条恶犬 有了恶犬名声的马州 干脆就放开仅有的一点矜持 将自己置身于平民保护神的角色上 腾住手来大肆的整治长安城 久居草原的马州很清楚 西域胡商对长安的重要性 特意在西市划定了胡商贸易区 让胡人在长安 有了一片可以自由贸易的区域 不再受那些薰贵的压制 他居然还三次去了玉山 请求将玉山书院的研究作坊 迁到长安城内 两次被袁章言辞拒绝 马州第三次再来时 被怒不可遏的袁章驱逐了出去 大骂他是个狼心狗肺的野兽 并且把云业重新给他补上的学籍 彻底的焚毁 而且宣布马州为玉山书院的溺徒 永世不得再踏进玉山书院一步 马州在书院大门外站了一夜呀 第二天就回到了长安 不到秋决时期 却签发了斩首令 大理寺非常不满 但是皇帝默许了马州的行为 一时久未死囚人头落地 其中就有长孙家的一位管事 丹阳公主的贴身碧玉 柴绍家的侍卫头子 这些人都是在马州清查 填土人口的时候 带头阻挠清查的人 马州一个都没放过 虽然弹劾马州的奏折堆积如山 都被李二留中不发 直到这个时候 逊贵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皇帝的主意 长孙把自己的工坊扩大了三倍 长安工业区也再次扩大 整个南山园上浓烟滚滚 宛如人间地狱 在长孙去了一趟玉山书院之后 玉山书院在长安开办了大唐最大的一家印书工坊 并且承治了朝廷底报 自己也开始刊印出第一份类似报纸的东西 不过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商家消息 再就是一些海外的见闻 长安城的人终于有了一个新饭碗 整座城市除了南边浓烟滚滚之外 终于恢复了往日的雍容 大度 每到清晨半晚 一百零八升钟鼓依然催促人们的脚步 好像这座宏伟的城市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马州如何 云叶不打算理会 路是自己走的 既然他认为能一辈子活在皇帝的羽翼之下 也就随他去了 但是薛万刃云也不能不管 都是吃喝嫖赌的好兄弟 眼看着他坠入了深渊不管 这可不是做兄弟的本分呢 有时间和他谈谈 一个被老婆欺压 公主的贴身婢女都敢训斥他 总是在书房里顾夜还被大舅哥不待见 老婆犯了错都要安在他的头上 打板子训斥是毫不留情 老婆偷人的时候 堂堂武安县公亲自去抓奸 抓到了去大舅哥那里告状 却被大舅哥训斥了一顿 最后只好把肩夫找了一个坑 埋了了事 这如何能让出身敦煌社家将门的薛万刃 咽得下这口气呀 这回来越州 皇帝宣他护驾 可是老薛躲在船舱里 没脸见人 整天在舱房里喝闷酒 估计这家伙唯一的心思 就是去打算看看自己的贴身侍女 和两个儿子 然后呢 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叛贼一起造反 最后被李二抓住 在菜市口砍头 他不会不清楚这个结果 大唐军队的武器 越发的犀利了 靠个人勇武冲锋建阵的时代 已经渐渐远去 作为图了一身好武艺 再无可取之处的薛万刃 但出李二的视线 乃是早晚的事 旧的杀人方式 总会被新的 更有效的杀人方式取代 现在造反 菜市口砍头 绝对是自己唯一的下场 他只不过想好好的出一口气 又过了一个晚上 大地号终于启动了 今日的风很大 大地号又张了满帆 只有公主号和清雀号能勉强跟上 剩下的船只 包括以速度著称的蒙冲 都被远远的甩在后面 云叶看到了站在高坡上 拿着望远镜 往船上看的长孙冲 这家伙总是把自己打扮的非常醒目 骑在马上大红色的披风 随风浮动 一杆马朔挂在鸟饰环上 不管谁看了 都会知道这是一员汉匠 云叶在望远镜里看到这家伙 正在看自己 于是腾出右手 把中指竖起来 朝他比划了一下 很快的 云叶在望远镜里 也看到了他伸出来的中指 还好 这家伙还没有变啥 不过 他老子也拿着望远镜 在看他 李二的船在江面上窜动 两岸的黑甲骑兵 拉成了两道蜿蜒的黑龙 跟着大地号 往大江的上游奔驰 到了中午 李二也没有停船的意思 看样子 他打算今日就进入洞庭湖 越来越窄的水道 似乎并不适合大地号驰骋 买了跑车 结果和拖拉机一个速度 自然不能让人满意 李二一心想到了洞庭湖 好好的见识一下 大地号真正的能力 这已经是这位皇帝 为数不多的爱好了 帝王的出行 在云叶看来 就是一次大散财的举动 每到一地 总有各种土特产线上 皇帝吃一口 夸赞一声 说不错 于是呢 这东西就会立刻成为贡品 赏赐非常多的钱财 直到美女也被当成土特产 送上大地号的时候 房玄陵 魏征 才开始奏请皇帝 不要再接受地方官的孝敬 再这么下去 皇帝的南巡 就会和隋阳帝下扬州 没有什么区别了 云叶只要没事 就绝对不会踏上大地号一步 李二长孙夫妇总是想找自己的茬 还是少见为妙 可是术欲敬而风不止 云叶对皇帝夫妇 没有晨婚醒定也成了罪过 专门派了断红 跳到公主号上 臭骂了一顿 还要云叶从现在归裂 必须到大地号上去 抱着枕头上了大地号 又被长孙训斥 堂堂云徽大将军 这离不了自己的枕头 算是怎么回事 快三十岁的人 这臭毛病奇多 好在呢 自己还有一间仓房 只能堪堪睡觉 卧具就被堆在地板上 跟日本人一样 一扇滑动的纸门 就当是割断了 隔壁放个屁 自己都能身临其境 堂堂的侯爷 睡校尾的卧舱 很丢人 但是看到张亮 也只能睡在剑桥上 云叶就满意的多了 船上的贵人多 自己这个猴角 在这里确实比王八大不了多少 也不知道李家哪来的 那么些个亲戚 好些个老头子 云叶从来都没见过 拜见了一圈的李公 还是分不清谁是谁 这一圈的李公 是谁是谁 是谁是谁是谁 是谁是谁是谁